所以這個常常英文叫justify 就是說你做的事情你要能夠justify 你能夠去替大家辯護這樣 公司治理這個也不能這樣講 要看他的業務是什麼 其實我們不要單單從表面去評論一個人 有時候看就好像如果你是外交部長 他怎麼都沒有在部裡面辦公室上班 外交部長本來就是要去做外交 所以我倒覺得這樣 在看他的業務是什麼 看他的理由是什麼 這個不要隨便去評論 很多事情也不是我們表面看 就是看他的理由是什麼 所以這個常常英文叫justify 就是說你做的事情你要能夠justify 你能夠去替大家辯護這樣 所以我們你問我 我沒有在直接管那個業務我也不曉得 你今天對吳英尼的態度好像比較好 對他本來就沒有辦法 我只是拜託要去 不是啦常常是這樣 你該來議會就來議會吧 有問題你就講 我們又不是不處理 我只是不喜歡說每天這樣 不過我想這個也是個通病 搞涉運的人到政府裡面 常常還是涉運不良 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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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